瑜伽跟修行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有人在练瑜伽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他的现实生活会越来越平静 那么有些人为什么在练瑜伽的过程当中 他会觉得说自己越来越膨胀 而且会感到自大 其实这个有绝对的关系 是在修炼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你把你的心思放在哪里 举例来说 比如说在做向上延长 然后后弯的动作 这个动作其实他需要很大的专注力跟平衡 还有腰的柔软度 当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你的专注力完全放在你的呼吸当中 而不是放在你想要去做的那件事情上面 比如说有人在做像这个动作是前弯的动作 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想要再前弯一点 我想要再柔软一点 其实当你升起这个念头的时候 你已经产生了比较新 在修炼过程当中 其实你最好的方法 而最基础的方法 就是无时无刻把你的专注力收射在你的呼吸当中 因为在学瑜伽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派别 比如说你应该把你的呼吸放到最大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听到自己的呼吸 有的人说你必须把你的专注力放在身体最痛的地方 或者是像是像这个眼镜蛇式 它最不舒服的地方可能是在你的腰的地方 那么你就把你的觉知放在你的腰际的地方 另外一个派别会说你把你的专注力放在每一个体会法 它要刺激跟活化的脉轮上面 每个派别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不管它的说法是什么 它一定会放在所谓的专注 也就是你必须要专注在某一个地方上面 你不可能说我以下放在是我的头 我的腰或者是我的呼吸 你必须要全程只放在一个地方 那么它就叫做收射 因此如果说你是一个瑜伽的初学者 在练习瑜伽的时候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个动作都保持平晚的呼吸 不管这个动作简单或者是难 比如说像这个动作扭转式 三脚的扭转式对一般的初学者来讲 它有一点点的难度 那么你不用去管你到底是要把专注力放在你的手 你的心轮还是你的腰的地方 你就是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你的呼吸上面 像这个动作它需要很强的平衡感跟守备的力气 它主要是在刺激我们的心轮 但是对初学者而言 这个动作可能有一点点难度 那么你就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你的呼吸当中 不管你做得到或者是做不到 其实呢你就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你的呼吸当中 透过呼吸的方法把你的心思收射下来 所谓的心思收射就是 不论你的动作是简单还是难的 你都不要去管它 你都不要升起任何的比较心 这个不升起比较心对初学者而言 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收射力气了 当我们在一个瑜伽店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很容易升起比较心 比如说这个同学做得比较好 老师的动作为什么这么标准 或者是我们会说 哎呀这个动作对我而言的太困难了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你升起这些念头的时候呢 你的身上的所有的经络 它都会记起你升起的这个念头 那么呢你的瑜伽最后的都是 产生的比较的念头 所以呢有些的瑜伽的学员啊 或者是在修炼瑜伽的读者呢 会问我说 于是为什么我们在学瑜伽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思会不断的自大跟膨胀 最主要原因就是 你必须要把你的专注力呢 放在呼吸之外呢 你必须要保持一颗观照的心 去观照你在做瑜伽体会法的时候呢 你到底有没有生思一点点 跟人家竞争 或者是我想要更好 当你升起我想要更好的这个念头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代表是 你已经在期待一个好的结果 当你升起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呢 代表是你必须要接受 失落 竞争 还有一些不好的答案 这都不是在瑜伽的修炼过程当中 应该升起的 在 修炼瑜伽的时候呢 我们的气 会带动我们身体所有的经络 也会刺激我们身体所有的脉轮 不管你做的动作简单或者是难 你的脉轮呢 会因此不断不断的被活化 而你的每一个念头就好像是 非常强大的一个电力一样 它会去充斥到你身上所有的脉轮 因此呢 你的念头是好 是坏 都会在你的身上产生非常非常强大的印记 因此呢 在学瑜伽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保持一颗非常平稳的心 无念的心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有许多的瑜伽的学员会问来个问题是 做了这些的动作 有些动作呢 看起来真的很难 不管是 道理啦 平衡啊 那么呢 到底我应不应该去学更难的体会法 还是我只要学基础的体会法 这也是许多的瑜伽的学员呢 会好奇的问题 也就是当它应该发生的时候 它自然的就是会发生 瑜伽当中呢 很多的体会法 它是由你的业力来组成的 你的身体会到什么的极限 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是由业力来决定的 回到你的瑜伽店当中 不要去想每一个动作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你只要活在当下就好了 这个就是瑜伽的心法 做好当下的每一个动作 一调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